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写信给以夫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 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倦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 然而 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你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 现在我们请汉阳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 今天的题目是 无情的末世教会 The Loveless Church 各位姐妹们 如果你们有讲义的话 今天的大纲就夹在周刊里头 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 对不起 今天的大纲就夹在周刊里头 在世界上有一位作者 他70年前写了一个故事系列 每年的销量一百万 70年前 这个作者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所以到底这个故事系列是什么呢 在幻灯上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百万 每年的一百万的故事系列 就是这拿尼亚传奇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当然你和我可能 听众姐妹们会知道 英国的作家叫路易斯 路易斯 C.S. Lewis 在1950年的时候 他写了这个经典系列 在里头有重要的动物 我们回来看刚才的幻灯 重要的动物是什么呢 就是这狮子 故事里头有其中一本书 叫狮子女巫和衣橱 所以这狮子有一个名字 那个狮子叫阿斯兰 所以英文叫阿斯兰 所以为什么叫阿斯兰呢 因为土耳其话 阿斯兰就是狮子 而这阿斯兰是唯一一个故事人物 在路易斯的系列里头 有七本书 只有这狮子 只有这阿斯兰 在这七本书里头出现 其他的人物可能出现三次 四本书 五本书 不过只有阿斯兰出现七次 在这七本书里头 当然如果你问路易斯的话 他告诉你这本书有个目的 这本书借着故事来带出主耶稣 来带出主耶稣 所以这阿斯兰是谁呢 这阿斯兰就是路易斯想带出的主耶稣 所以当你读那本书 狮子 女巫和衣橱的时候 在这个故事里头 这阿斯兰为了拯救他的子民 他要承受一个咒诅 过后他真的被女巫而杀死 当他被女巫杀死的时候 过不多时 他就复活了 当这阿斯兰复活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的大军 基本上你可以说是走投无路 像三重水尽 所以阿斯兰复活了 阿斯兰单枪匹马的 把女巫的大军都打败了 在那个时候 当我们看到复活的阿斯兰的时候 你想想 那最可畏的 那最害怕的 最可怕的那一位 在我这方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想想 我们会有什么感受 在那个时候 你会毫无畏惧 你毫无战惊 你毫无恐惧怕 为什么呢 因为那最可怕的 就在我们这一方 所以为什么说这呢 因为这跟我们上一堂课 上一堂讲道有关系 上一堂讲道 我们说 我们要成为一间 无畏的漠视教会 不过如何成为一间 无畏的漠视教会呢 有那无畏的阿斯兰在我们当中 那最可怕的 那位审判官 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能成为一间 无畏的漠视教会 所以英文我们说 we can become a lion-hearted church we can become a lion-hearted church because we have Jesus 写完信了 就连了邮票 写了地址过后 你在信封上 你会做什么 我会写 Thank you Mr. Postman 辛苦了 尤才先生 你辛苦了 谢谢你帮我 把这封信 送给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做 不过我好几封小说写的信都是这样 所以就觉得我们要开始 我们要开始跟着一封信 尤才先生要拿那封信 要走一圈 真的是要走一圈 记得吗 如果你观察你家楼下的尤才先生 他都有一个路线的 他送信的时候 先是去那个大牌 再去那栋楼 才到我这家的这栋楼 他都有一个路线的 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启示录七间教会 是当时新约教会的时候 新约时代的一个 送信的尤才先生的路线 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看这个视频 来看看这个幻灯 所以当你看这个尤才先生 他送信的时候 你要想象一下 这是当时 当约翰在巴摩海岛写完信过后 他就递给尤才先生 尤才先生就按着他平时 送信的路线 走了一圈 为什么我说走了一圈呢 弟兄姐妹们注意 最后一个城市叫老底家 以后我们到老底家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看照片 老底家那个城市 有一条很著名的路 你知道那个路叫什么名吗 那条路叫做以福所路 那条路是往西边直通 以福所城市的路 而且你要走那条路 有一个门 有一个gate 那叫以福所门 所以你想象一下 这真的是一个圈圈的 你到底老底家 尤才先生怎么回以福所 尤才先生就走那以福所路 过那以福所门 直通到西边 这是一个circular letter 是一个圈圈 所以我们慢慢地来看 所以第一个站是在哪里呢 第一个站是在海港城市 有点像新加坡 我们是个港口城市 叫以福所 下一个站呢 他往北部去 下一个换灯 谢谢 叫士梅纳 所以当他走这海港 两个海港过后呢 其他剩下的教会呢 都是陆地的教会 都是在内地的教会 没有港口 过后他就继续沿着谷 往北上去 到别加摩 再过后呢 借着那个谷 他继续行走 开始往东边去 一个接着一个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老底家 到了老底家 尤才先生呢 就走这以福所的路 过以福所的门 就来到以福所 所以基本上 当约翰在写 启示录的时候 听众姐妹们 你要想象一下 约翰在巴摩埃岛 写了几封启示录 约翰在巴摩埃岛 只写一封 不过当这封信 来到以福所的时候 你和我就可以想象 收到这信的时候 以福所教会 就会抄写 抄写了过后 再把这封信 交给尤才先生 他往北部去 士梅纳 等等 或许这封信 抄写 在家送的话 可能这封信 要好几个月 才最后 到了老底家 所以第二天 为什么约翰 要写给七间教会呢 这是我们 要来思想的事情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这以福所 以福所 以福所是我们 可能最熟悉的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以福所 最靠近我们 它又是一个港口城市 它又是一个贸易中心 不但如此 它甚至是一个宗教信仰中心 宗教信仰中心 在那里 明信的 交给的 比比皆是 多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吗 考古学家 在考古以福所的时候 他们发现一件 好多小小样的东西 考古以福所的时候 他们找到 小小样的 好多东西 都是拿来带的 都是拿来带的 可能你会觉得 那种东西 只有我们华人才有 不是 两千年前就有了 他们在考古以福所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以福所 有很多护身符 有一个小铁罐 挂在井上上 里头 写了一些咒语 来保护你 这叫护身符 我们的文化里头也有 所以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是一个宗教信仰中心 他们拜很多不同的鬼神 所以这不同的鬼神 可以帮助他们什么呢 帮助他们来得保护 得看顾 不过你想想 这就是保罗当时 在这样的一个城市 执堂的教会 到了使徒约翰的时候 他关心这件教会 他就开始写信 给第一件教会 他要第一件教会知道什么呢 他要第一件教会知道说 你和我 我们当仰望 知道那一言一行的主 一言一行的主 我们的神知道每一件事情 一言一行 我们的神都知道 你说海洋传道怎么看得到呢 你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到第六节 你看我们的神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知道你的劳碌 我知道你的忍耐 我知道你不容忍恶人 我知道你试验人 我知道你恨物尼格拉伊党的人 你看到吗 神一直在告诉他们说 I know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一言一行 所以现在这些人 当我们走入以弗所教会的时候 你发现每一间教会 都有自己的文化 都有自己的特征 有人告诉我 走进宣信堂好像什么呢 好像走入一个家庭 这是我们的文化 这是我们的特征 不过当你走入以弗所教会的话 以弗所教会有自己的特征 以弗所教会是一个 火热行善的教会 所以你看神说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是好的行为 以弗所教会是一个 有生命的教会 第二 以弗所教会是一个 恒久忍耐的教会 因为神说 你劳苦 但是你不发倦 你不发倦 第三 以弗所教会是一间 固守真道的教会 当我用这四个字 固守真道的时候 让你想起圣经的哪一段话 跟以弗所有关系呢 当保罗要离世的时候 保罗在提摩泰前书 第三章九节 告诉提摩泰 你在以弗所教会 要训练弟兄姐妹们 来固守真道 那是主后六十年 当使徒约翰在写起事录的时候 可能提摩泰已经离世了 我们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想象 如果提摩泰还在的话 提摩泰会感谢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主里的辛劳 他听保罗的话 他训练一些固守真道的弟兄姐妹们 起来 来为物真理 到了约翰的时候 主后一百年 他们正是这样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固守真道呢 因为在这里你看 他说这个教会不容忍二人 二人不能在这间教会 为所欲为 因为这是一间固守真道的教会 二人在我们当中的话 他们要试验 所以在这里有趣的是 约翰说 你们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这个话就有点怪怪了 使徒不是那几个吗 对不对 十二个 为什么在这里约翰说 你们要试验那些自称是使徒 却不是使徒 因为听众姐妹们 圣经里头 新约里头有两种使徒 有两种使徒 第一个使徒是我们所经常认识的 那是二个使徒 第二个使徒是什么呢 第二个使徒你可以说是使徒的同伴 使徒的同伴 所以在新约里头 如果你要写下来 可以回家看 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 你可以写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 加大太书一章十九节 罗马书十六章七节 告诉你当时保罗当时使徒们 称这些人为使徒 亚克 巴拿巴 希拉 安多尼古 尤尼亚安 这些人在圣经里头称他们为使徒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这使徒当中有使徒们的同伴 所以当时新约教会也称他们为使徒 称他们为使徒 不过问题就来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当时的教会就有一个问题 大家称 很多人会说 我是使徒 使徒来到以夫所 你们要招待我 使徒来到以夫所 你们要上我 你们要上我请讲台 使徒来到以夫所 你们要听我的话 所以你看在这里 约翰说什么呢 约翰说 你们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一间固守真道的教会 固守真道的教会 来到第六节 可能有些人会纠结 什么叫做尼哥拉党一人 尼哥拉党 这可能你们要等我一会儿 我们以后谈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 来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 一模一样的党 尼哥拉党又会出现 又会出现 到那个时候我们慢慢地来谈 到底这尼哥拉党是哪一党 不过有一个东西 让你们记住 hang on 这尼哥拉它的原文的字根 是今天的一个品牌 brand 年轻人很喜欢的 年轻人 如果你喜欢收集鞋子的话 特别是篮球鞋 还有时候一双篮球鞋 可以卖一万多美金 最近我去看一下 吓死我 这双球鞋 全世界只有五十套 五十双 卖一万多美金 那个品牌叫做Nike 这尼哥拉一党 它的字根就是Nike 那得胜一党 Nike的意思就是得胜 最近你们记得 以后我们会来看这个Nike gang 我们来看这个Nike帮派 到底在别加摩那个地方 他在做什么事情 约翰怎么来指责他们 不过我们先来学一个功课 我们先来从以福所教会 来学一个重要的功课 来学他们的生命 他们对神火热行善的心智 他们恒久忍耐 他们甚至固守真道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个教会怎么可以做到 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呢 其实里头有个很简单的秘诀 很简单的秘诀 那个秘诀就是 要属于一间教会 在这间教会里头 在一间教会里头 只有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像火炭 才会烧得温暖 只有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好像马拉松 跑马拉松的时候 你继续跑下去 就算是不跑 走也可以走完 因为你身边有人 陪你一起走 陪你一起跑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过滤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研究过滤器 我看过一些过滤器 有一个过滤一个 再过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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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 七个的 越多越好 对吗 越多越好 这样出来的水越清洁 所以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做那完完全全的过滤器 我们只不过顶多就是一个罢了 不过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能一起的来 一起的来固守真道 所以现在对我们鼓励大家 我知道疫情的时候 那个试探是 我们很容易跑 我们很容易有线上 有实体 很难 很难知道到底谁来 谁不来 到底谁有参加 谁没有参加 那个试探就是 我想可能 不用参加任何教会 我是可以成长的 不过对我们的学生 不可能 为什么呢 最近乌兰来了一位弟兄 他转会了 你知道他在外头流浪几年吗 他有个功课 他说你不用 汉阳潮导 你不用教我 这个功课刻骨铭心 这个功课你不用教 我比任何人都能体验得到 这个功课 他流浪八年 在外头 他的生活道德 一直往下滑 所以他到了八年的时候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所以你知道 他学的功课是什么 他功课是 我这辈子不敢离开教会 因为当时 我很自高自大 我觉得没有教会 我自己仍然可以成为一件 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不过他说 不是的 没有教会 我成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活热心善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的 顾舍真道 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的 很久忍耐 不过那窍门是 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彼此鼓励 当我想走路的时候 不想跑下去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在我身边 说继续走吧 不要停 走多两个小时就走完了 这就是教会 教会我们在一起的守望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个功课 神要我们通过 以福所教会来仰望 仰望这位知道 我们所有一言一行的主 不但如此 在这里 神要我们来倾听 来倾听那看重 久久归一的主 所以什么叫久久归一呢 基本上叫做追根究底 我们的神 有些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看重 祂看重那些东西 过于祂看重别的事情 那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看第四节到第五节就很清楚 我们神久久归一 追根究底 祂要的是什么 祂到底要从我们身上拿到什么呢 祂要我们身上拿到当初 我们对祂的爱 所以因此 神责备以福所教会 祂说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 那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 离弃了 丢掉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 我想到有一天我在咖啡店 我还知道那个咖啡店 我甚至还知道 我坐的那个位置 坐的那个桌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我 很久很久以前 我只有律法没有恩典 只有真理没有爱 我可以像以福所教会 我可以热心行善 很久忍耐 我可以顾守真道 不过你靠近我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 现在可能也是一样不可爱 不过以前更可怕 不过当我在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我在吃饭 我在听一个讲道 我听听听听 那个讲道是一个很 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凡的讲道 不过那个讲道的讲员就说 告诉我 提醒我 所汉阳 你要知道 爱是很重要的 爱对神来讲 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吃饭吃来饭流眼泪 听讲道 为什么 因为我才发现 原来我就是以福所教会 我把那起初的爱丢掉了 我可以顾守真道 很久忍耐 活热行善 不过在我里面 我没有爱的 我没有爱的 所以神说什么呢 神说汉阳 你要回想 你从哪里坠弱 你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回到你起初 所做的事情上 这就是神 要我们做的事情 神要我们回想 弟兄姐妹们 你和我 是不是把那起初的爱 丢了 可能你说 哎呀 你怎么知道 我把起初的爱 或者你可以说 我怎么知道 我把我起初的爱丢了 我们来做个实验 做个很简单的实验 丢了 你怎么知道 你爱一个人 或者你可以说 我怎么知道 我被爱 很简单 你爱一个人也好 你被爱也好 你会发现 你经常想那个人 你经常提到那个人 你经常为那个人做事 换句话说 简单地说 你对那个人很有信 很有信 你去哪个地方吃饭的时候 你就想 哎呀 他能吃这顿多好 你看到那个美丽的衣服的时候 哎呀 他能穿这件衣服多美啊 你回到家里做事的时候 哎呀 他回来家里 为他做这个东西多好啊 丢了姐妹 当你常常想一个人 说一个人 做一件事情 给那个人的时候 你发现 你其实是很爱他的 你是很爱他的 所以丢了姐妹 这就是我们 神要我们去想的事情 你记得吗 很久很久以前 当你和我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想不想耶稣 你想 你很想耶稣 很久很久以前 当你和我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想不想 说耶稣的事情 你想 很久很久以前 当你和我信耶稣的时候 你想不想为耶稣做事 你想 这是那基督徒的爱 所以主说 你想这个爱 你把这个爱再拿回来 你可以说 他能传到我不管 我不要拿回来又怎么样 其实丢姐妹很可怕 不要拿回来很可怕 为什么呢 你看在这里第五节怎么说 他说你若不悔改 我必将 我必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换句话说 弟兄弟们如果宣信堂 我们在这里只讲究真理 而舍弃爱的话 你在这里你知道神说什么吗 神说 这教会是灯台 他要把这个灯台 放进储藏室里头 把它关了 这没用的 所以神要我们说 这是真理 这是爱心 神要我们两个都看重 只有这样 神会保守这个灯台 神不会让无用的灯台 白占土地 所以丢姐妹们 祝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要警惕 神看重的事情 是这件事情 久久归一的事情 最根究底 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是你和我的内心 我们那起初的爱 很久以前 常常想耶稣 常常说耶稣 常常为耶稣做事 这是起初的爱 祝主帮助我们 把这爱再找回来 所以丢姐妹们 我们该谈第一点 第一点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仰望 那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的主 来到第二点 我们说我们要倾听 那看重久久归一的主 我们的神 祂看重我们的爱心 来到第七点的时候 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 第七点是顺服 那掌管七星七灯的主 为什么七灯七星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第一节 这里这么说 他说你要写信 给一夫所教会的使者 说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星灯台中间行走的 说 来到第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所以今天我们来停顿一下 我们来想一想 问你大家一个好奇的 一个圣经问题 在圣经的哪一本书 有七的号码 还有生命树 The number seven 还有生命树 创世纪 所以在这里 当主耶稣在说话的时候 他虽然在启示录 圣经的这一本书说话 不过他把我们带到 这创世纪 圣经的第一本书 在那里有七 神在这七天里头 神做完他的工作 这个创造完全了 完美了 带我们来解释 这个七的观念 不过神也在 创世纪的时候 让你和我看到 他有个心愿 他心愿是 他希望亚当 能通过这个试验期 希望亚当 能和神永永远远住在一起 所以你看 神的心愿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来到启示录的时候 神让我们看到说 你看 我的心愿也是如此 我仍然要 我的子民们知道 当我们回转 当我们回改 当我们圣服神的时候 这是一个记号 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重生得救的 重生得救的 所以就这边 悔改跟顺服很重要的 很重要 因为悔改跟顺服 是一个证明 证明我们是 重生得救的人 当我们悔改 顺服的时候 神答应我们 我们要和神 永永远远 生活在一起 这叫永生 所以当你看 启示录的时候 你可以说 启示录是一个 永远生活的一本书 启示录也是一本 永远死亡的一本书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基本上启示录来告诉你 世界上有两条路 有一条路是永远活着的路 另外一条路是永远死着的路 所以这是启示录来告诉我们的 所以启示录来告诉你和我 我们里头有个宝贵的灵魂 在宝贵的灵魂 身体死了 灵魂不会死的 身体可以有癌症 不过灵魂没有癌症的 身体死了 圣经形容死为 死了 灵魂离开我 当我灵魂离开我们而去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我们得问 我的灵魂去哪里 启示录告诉你说 灵魂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一个地方 去乐园里 享受那生命树的果子 和神永远永远住在一起 另外一个地方 是去地狱 享受 经历那可怕 可怕死亡的痛苦 所以这是很认真的事情 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真的来思想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这个地面上 真的 我们的灵魂有两个去处 刚才我说 我们要谈一谈 7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很重要 好 来看下一个换灯 下一个换灯告诉我们 启示录有点像 三合一咖啡 3 in 1咖啡 这三合一咖啡里头 为什么启示录这么复杂 因为启示录里头 有三种体材搅拌在一起 所以混乱的地方就在这里 启示录是一本书信 启示录也是一本预言书 它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它也重复一些历史里头发生的事情 启示录更是什么呢 更是一本启示的书信 Apocalyptic Material 所以这启示的书信是很奇怪的 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的时代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很难明白 所以为什么启示录这么困难 因为它是一本启示书信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你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 圣经这么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给他的 这个启示英文不是Revelation 这个启示 希腊文是Apocalypse 为谁我们说Apocalypse 他不是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 不是 他告诉我们这个体材 是一个很独特的体材 你说独特到什么地步呢 你去旧约 你看撒加利亚书 以西节书 大年里书 都是这种体材 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他们看到这三本书就头大大 因为这三本书是启示的体材 Apocalypse 那你会问 这启示的体材有什么特别 启示的体材特别在几个地方 第一 启示的体材用号码 Numbers 第二 启示的体材用象征 Symbols 第三 启示的体材 它用的是意象 Visions 所以我们先来谈谈号码 所以你看 在这一边 如果你算一算 启示录第一章开始 这号码七号出现了好几回了 而在这个整本启示录里头 我们看下一个图表 你来看一看 这个图表 哎呀 不好 这个 你们要 眯一眯眼 你们的右边 有一个最高的 那个是启示录 这个播放出来 看不到了 有点看不到了 半个 半个被割掉了 不过听众姐妹 你看 在启示录 在整本圣经里头 这号码七 出现了几回呢 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 你发现很奇怪的 启示录用号码七次 这个号码七 是用了五十三次 这排行榜第一名 不过老二是谁 老二是创世纪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发现 圣经很有趣的 它好像两个书档 创世纪跟启示录 告诉你和我 圣经圆圆满满地写完了 所以到底什么是七呢 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一章 第四节说七灵 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一章 告诉我们 有七间教会 有七灯台 有七星 有七网 有七印 有七号 为什么这么多的七 因为七 在犹太人的神学观里头 有一个观念 七代表着什么呢 七代表着普世 七代表着成就 或者完全 所以为什么你想 神在第七天 祂完成了创造之功 祂休息了 那创造之功的高潮 是休息 是安息 所以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说 神要你和我明白 当他写这封信 给这七间教会的时候 这七间不是独一的教会 这七间等于什么呢 写给普世的教会 约翰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时代 写给普世的教会 这是七的那个观念 七的观念 不过 听众姐妹 当我们谈七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试探 那个试探就是 你可能会想 七是圣号 Secret number 是属于神的 听众姐妹 这个解经解错了 不好这么解 为什么呢 让我读一段话给你们听 这在《启示录》自己写的 十三章这里这么说 我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来 它有十脚 七头 所以七不是圣号 七在代表一个观念 告诉我们说 七是一个完全的号码 所以当那一天 那兽来的时候 它有能力 它能力是完全的 它的能力你可以说 是普世的 Universal Power 所以在这里 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的神 当祂说什么呢 当祂说 我的手里紧握七星 我走在这七灯台的当中 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神到了今天 还是紧握宣信堂 我们的神 宣信堂好像在这个圣殿里头的 其中一个灯台 我们的神也走在这七灯台的当中 因为我们的神 紧握了这普世所有的教会 每一间教会 都是属于祂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们应当做 今天我们想到的三件事情 我们应当来仰望 那位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的主 我们应当来倾听 那位看重九九归义的主 我们应当来顺服 那位紧握七星 走在这七灯台当中的主 讲到这里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不想让你好奇吗 你会不会好奇说 当约翰写信给以弗所过后 到底以弗所有什么反应 我好奇 二十年后 有位牧者 这位牧者叫做 伊格纳修 他是叙利亚安提亚教会的牧者 他在叙利亚安提亚被罗马政府抓 抓了过后就走那油菜的路 走油菜的路 抓抓抓抓 到了以弗所要出海 去罗马受刑 处死 他在以弗所的时候 这伊格纳修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称赞你们爱主的心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主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一方面 我们想固守真道 我们想火热行善 我们想恒求忍耐 不过走主 另外一方面 神 也让我们看重 你所看重的 让我们 再次把我们当初对你的爱 再次拿回来 让我们从哪里跌倒 主我们在那个地方 我们再次成长 奉主耶稣的名请 阿们